供選部分的話大概基本上就完成了 當然呢 程式部分呢 就是有些地方像我個人的習慣 我會希望讓它程式越短越好 所以其實VBA裡面 你會發現前面這個開頭有一個定 定的話就宣告 某個變數名稱 它是什麼型態 其實啦 以這個VBA的程式裡面來說 其實這兩行 其實跟各位講一下 以後如果你看到什麼定開頭的 其實理論上都可以把它刪掉 其實沒有也沒關係 所以假如你希望讓那個程式 可以更縮短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把定那兩行拿掉 然後那個多的換行拿掉之後 那你會發現其實寫完的程式 最後這個是沒改完的 我把它改完的 把它提過來 改完的是這個 Ctrl C Ctrl V 貼過來 就這一段 然後我剛剛講過嘛 這兩行是可以拿掉 然後呢 你會發現這個程式的 每一行程式上面 都會有一個綠色的這個字 這個叫做註解 那這個註解的話 將來程式不會執行 那也就是說 這個註解部分 如果你將來 假設你不想要留的話 其實三調也無妨 流也無妨 OK 那主要它的目的就是 註解下面這一行程式的用途 OK 讓你比較清楚說 這個到底做什麼 所以其實理論上 這個程式其實只有三行 一、二、三 那第一行的話 就是什麼 幫你做格式化 格式化區碼 把結果丟到這個變數裡 再把格式化末碼的結果 放在這個變數 這兩個都變數喔 然後最後的話呢 把這個串接的結果 最後再丟給這個函數本身 那這個函數本身的話 因為它儲存格位置在某個地方 所以它就把結果呢 再丟到那個儲存格裡面 就完成一連串的動作 OK 所以這個假設你要把它弄一下 有沒有 游標放這邊 它返環的結果 就直接到這裡 再插入函數 有沒有手機函數嘛 三個東西 一、二、三 OK OK 按確定 那它其實最後結果啦 只會返環一個儲存格 那底下的東西 是因為我們向下填滿 有沒有 如果你要向下填滿 當然你可以這樣拉啦 不過這樣拉太慢了 最快的方法是直接怎麼樣 在這個儲存格的右下角 快點兩下 有沒有 它就自動全部填滿到 這個範圍的最底下 OK 那這個是所謂的制定函數部分喔 那以前喔 如果你要寫出 像這樣的一個制定函數 那真的是一個 滿困難的事情 但是現在有那個AI之後喔 哇 它自動幫你寫完了 剩下來的話啦 我覺得你可能 不是說完全都 好像閉著眼睛就好 好像還是要懂一些啦 像我個人習慣 我還是覺得說這個名稱 看起來就是 用那個名稱 我覺得看起來 就不像是自己寫的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把它變成 真的是好像你自己寫的話 你至少要會改吧 如果你改的 我是覺得要改成是這個能力 應該要具備 那可能要慢慢訓練啦 不可能馬上就那麼熟練 但是至少慢慢可以知道 到底哪邊要改 哪邊不能改 OK喔 這個可能慢慢再把這個部分 再熟悉 那最後的話喔 我們剛剛也有提到那個VBA 其實除了Function之外喔 它有第二種形態 還記得吧 就是SARP 那因為呢 在ChargeP裡面喔 它其實常常就是 如果你不跟它講的時候有沒有 它就是會 像我剛剛這邊是直接喔 請幫我寫VBA好了 你後面沒接自定函數吧 它好像會給SARP 也有可能會給Function啦 所以你假設啦 再修改一下送出看看 好像就會用SARP 我看一下喔 它有時候不一定耶 它這個真的就是說它沒有一定 所以如果假設它還是Function 那沒關係 你可以跟它講說 幫我撰寫這個什麼 叫副乘式好了 SARP或者是 這個SARP乘式也可以啦 SARP乘式 這樣 或者叫副乘式也可以 SARP乘式 或者叫副乘式 副乘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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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說 或者叫子乘式也可以啦 就下一階的意思 OK 只傳送看看 應該可以懂吧 看一下 它還是用Function 所以它用副乘式它不能理解 看一下用那個SARP SARP SARP又可以 所以你用副乘式它聽不懂耶 OK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還是只能用SARP OK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幫你寫完了 不過寫完之後的話 那我之前其實也已經在那個 Chartv上面問過它啦 所以其實上面好像跟這個應該是差不多的 在雲南白板的第13頁這邊有 所以把這一段怎麼樣 直接Ctrl C 接下來的話一樣 把它貼到我們的VBA的最下面這個地方 空白的地方 貼上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把它弄弄看 結果會不OK 不過在弄之前 一樣把這個清空好了 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 Delete掉 然後呢 把剛剛的程式貼過來看看 直行一下 那直行的話呢 記得喔 優標一定要放在這個SARP跟NARP中間 任何一個位置 再按一下上方的直行 看一下結果 結果沒有耶 為什麼沒有呢 其實應該可以猜出來 一樣的問題 所以你會發現 Chartv好像都 不知道是故意還怎麼樣 因為我可能沒有跟他講放哪裡 它放到哪裡去 I4 看一下I4有沒有 所以我們要移過來一下看看 移到這邊看看 它會有 I4 有耶 所以其實很簡單 直接怎麼樣 把I4改什麼 改E4吧 OK 應該這樣OK吧 那其實它上面寫什麼 反正就是把F4 就是從儲存格裡面放到這幾個變數裡面 然後最後再格式化 那只是因為VBA裡面的格式化 它的函數名稱跟Excel裡面不一樣 Excel裡面的名稱叫TESA 但是VBA裡面的函數名稱叫Format 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所以 你會發現它與法都差不多 這個好像不用兩 這一行其實不做沒關係 最後再把結果放到這一個變數裡面 輸出到Excel裡面 看一下 應該就沒錯 有了耶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ChargePT好像常常 Sub部分 會出錯的都是最後一行 所以你只要看懂什麼 哪一個儲存格 有沒有 哪一個儲存格的話 通常會用叫Range 哪一個儲存格來表示 把資料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它就幫你放過來了 不過問題一樣 目前只有輸入什麼 輸入一個儲存格 你當然想說 那可不可以幫我輸出多個儲存格 它可以啦 所以一樣的問題 我再問一下ChargePT 跟他講說 幫我改為輸出到14-1103 他就把上面的程式分別又修改 所以就這一串 其實改的地方都一樣 改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就是加一個for圍圈 就跟剛剛一樣 所以這邊的話 是forI等於4-103 那底下的話 其實就是哪一個儲存格 F4 那因為I這個變數會變動 變動的範圍是從4-103 所以這個範圍它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直接輸出 所以我們來執行看看好了 這邊執行 可以 可以耶 有沒有 那最後的話 當然呢 這個名稱 也可以變更 所以如果將來 你希望說 老師這個名稱 他給的名稱 這個sub的名稱叫什麼 叫 Format Form Number and 什麼 place in range 好 那乾脆什麼 名稱叫 叫 手機 這個 剛剛叫手機函數 這個叫 手機串接好了 手機號碼串接 手機串接好了 OK 那當然呢 如果你要改的話 也可以修改 這個地方改 因為呢 sub跟function 其實最大的差別 你會發現 function後面有引述 sub的後面沒有任何引述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我把剛剛的程式部分 放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七頁 第十三頁部分 那另外的話 我剛剛也有改了 比較重點就是說 這個地方一樣 把它改成叫sub程式 不要叫副程式 副程式他好像聽不懂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好